2012年 蔡英文總統臉書上寫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 真的差很遠 十年過去了 我們也要把蔡英文總統的話 原封不動還給你 朱貞昌 他講百務飛掌 都是政府帶頭郵電雙掌造成的 我們嚴肅建議馬政府該換內閣了 我們是不是也要用一樣的話 嚴肅建議現在的蔡政府該換內閣了 這就是你們在野的時候的主張 民進黨政府不要有雙重標準 台灣美國商會昨天公布2022台灣白皮書 其中重要的就是講到 供電不穩 需馬上處理 所以 安全跟穩定的能源供給 就是現在首要的急迫性問題 也徹徹底底的戳破民進黨政府 過去所講穩定供電不缺電的謊言 我們要說連護國神山台積電現在都要自主應變的 構建新的發電機組的時候 供電不足問題真的是非常急迫 民進黨政府無法避免問題 台電說發電的成本跟電價不符成本 但我們要講國民黨團長期以來就一而再再提醒 照進式的非核家園政策跟不合理的綠電配比 當然後果就會讓全民來承擔 而政府官員面對即將來的電價調漲 沒有一個人應該負責嗎 我們來看一下 在野時候的民進黨你們怎麼說 你們最喜歡搞雙重標準 我們就把你們當時在野的嘴臉 一無一時的給寫出來 2012年 蔡英文總統臉書上寫 所有物價都會上漲 尤其油價即將 和即將上漲的電價 讓一般人民都非常的辛苦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真的差很遠 十年過去了 我們也要把蔡英文總統的話 原封不動還給你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真的差很遠 現在的隔魁 當時的民進黨的主席蘇貞昌 他講 百物飛漲 都是政府帶頭油電雙漲造成的 物價上漲之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 馬政府已經方寸大亂 就像電腦當機一樣 該重開機了 我們嚴肅建議馬政府 該換內閣了 一個油電雙漲 當時的蘇貞昌 講嚴肅建議馬政府該換內閣了 我們現在一樣 疫情如此嚴峻 油價電價 尤其油價 從今年1月開始 我們最常家的955000汽油 破了30塊之後就回不去了 現在都是30幾塊 油價在漲 電價在漲 我們是不是也要用一樣的話 嚴肅建議現在的蔡政府 該換內閣了 蘇貞昌 你之前講過的話 現在是不是一樣 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因為這就是你們在野的時候的主張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 不要有雙重標準 台灣美國商會 昨天公布2022台灣白皮書 其中重要的就是講到 供電不穩 須馬上處理 所以安全跟穩定的能源供給 就是現在首要的急迫性問題 也徹徹底底的戳破民進黨政府 過去所講穩定供電不缺電的謊言 我們要說連護國神山台積電 現在都要自主應變的 構建新的發電機組的時候 供電不足問題 真的是非常急迫 民進黨政府無法避免問題 而全國國民更要問 是今年才有供電不足的問題嗎 還是美國商會今年才說嗎 錯了 我們特別整理了一張表 從民進黨政府2016年上任以來 每年年終美國商會的白皮書 都指到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電 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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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說了好幾年 每年都講 2016年美商會就市井 可靠的電力是對台灣很重要的 2017年美國商會擔心不來電 要政府說明未來十年的電力規劃 2018年美國商會優缺電問題 2019年 景氣調查87% 美國商會會員擔憂缺電 2020年 減煤廢核的速度遠遠超過 蒸氣展 綠進度 美國商會優2025能源政策 2021年台灣5月兩次大停電 美國商會 美國商會說 需增加加倍提升燃氣與再生能源的發展 以及今年2022年的1月 跳電平傳 美國商會 美國商會關切電力穩定 2022年的 現在 美國商會說台灣供電不穩 需馬上處理 因為很重要 所以已經連講了2016年到2022年 每年都在告訴民進黨政府 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政府到底有沒有聽到人家的提醒 不要說只是在野黨在講 美國商會講的總可以客觀的來聽聽 來了解 來重視了吧 第一個 人家講了 不聽 而現在 台電說發電的成本跟電價不符成本 但我們要講 國民黨團長期以來 就一而再再提醒 照進市的非核家園政策 跟不合理的綠電配比 當然 後果就會讓全民來承擔 而政府官員 面對即將來的電價調漲 沒有一個人應該要負責嗎 我們來看一下 在野時候的民進黨你們怎麼說 你們最喜歡搞雙重標準 我們就把你們當時在野的嘴臉 一無一時的給寫出來 2012年 蔡英文總統臉書上寫 所有物價都會上漲 尤其油價即將 和即將上漲的電價 讓一般人民都非常的辛苦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 真的差很遠 十年過去了 我們也要把蔡英文總統的話 原封不動還給你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 真的差很遠 現在的隔魁 當時的民進黨的主席 蘇貞昌 他講 百物飛漲 都是政府帶頭 油電雙掌造成的 物價上漲之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 馬政府已經方寸大亂 就像電腦當機一樣 該重開機了 我們嚴肅建議馬政府 該換內閣了 一個油電雙掌 當時的蘇貞昌 講 嚴肅建議馬政府 該換內閣了 我們現在一樣 疫情如此嚴峻 油價 電價 尤其油價 從今年1月開始 我們最常家的95 5000 汽油 破了30塊之後 就回不去了 現在都是30幾塊 油價在漲 電價在漲 我們是不是也要用一樣的話 嚴肅建議現在的蔡政府 該換內閣了 蘇貞昌 你之前講過的話 現在是不是一樣 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因為這就是你們在野的時候的主張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 不要有雙重標準 回憶 成長 我們請行 、 人 雙, , 我 不是